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9 古代最早的兴奋剂 溶剂 麻醉剂 正确答案 我知道了 医 医生的医 我就想问医生了 你先测试秒 画图 医生的医生 在一家客店当值 客店里有一位常住的旅客 叫常桑君 常桑君不太跟其他人说话 但是我除外了 这两毛药要按时吃 听说附近开了一家不错的茶馆 什么时候有空 我请你吃茶 下午就可以 我来请您吧 我们一起吃茶 饮酒 吃饭 聊一些天下的趣闻 直到有一天 常桑君 你这是要去哪儿 谢谢你这么多天对我的照顾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什么时候回呢 不知道 不过 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 这给我 我看你为人正派 又勤恳踏实 所以 想把这些医术及秘笈 传授于你 弟子感激万般 请受弟子一拜 治病救人 是高尚的事 我不敢怠慢 刻苦攻读常桑君留下的医书之后 我开始为四周相邻 诊治疾病 喂 喂 喂 谢谢 原来中医是人饭 就是 哈哈女儿饭 哇 谢谢大夫 吃了你太低药 我的身体好多了 快 大夫 您是孩子的救命恩人 去 复受我一拜 大侠 快醒起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是神音变成在世啊 真是厉害 人们渐渐的不再喊我的本名 我有了另一个名字 扁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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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们赵国人很尊重父女 就请你留在邯郸当副科医生吧 扁鹊 哎 来我们洛阳吧 我们这里尊重老人 你帮我们治老年病 扁鹊 哎 我们秦人 你看种孩子 你来秦国当二科医生吧 无论当哪一科医生 扁鹊都是要道病除 妙所为春 声名大道 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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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鹊 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 谁的医术最好 大哥最好 二哥其次 我 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 啊 大哥治病 都是 在病情发作之前 那时候 病人自己 还不觉得有病 大哥 就下药 产出了病根 所以医术 并不被大家认可 我的二哥治病 是在病情发作之初 那时候症状 尚不是十分明显 病人自己 也不觉得痛苦 二哥就能要道病除 以至于大家认为二哥 只是 治小病很明 而我治病 是在病情 十分严重之时 使重病人病情 得到缓解 或很快治愈 所以 我名闻天下 咱快 《黄敬魏经》中说 治病 莫如防病 是人看到的警示表象 真正的良医 是能治大病 也能防患于未然 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 通膜的医生 以代医学的奠基者 请收我们一拜 请收我们一拜 明天我们会见到哪位医生呢 画陀 今天的中华文明之美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明天十九点三十 请继续收看中华文明之美 华陀 华陀 精通方药针灸 通晓养生之道 游擅长手术 被誉为中国医学外科之祖 赎养生之道 书相关羽 在攻打凡城的时候 游臂中了一支毒箭 听说 官将军有样 特来帮助 果然是神医画图 我的手臂 又完好无处了 完美 好